和藍營小雞同臺座談 侯友宜一個一個唱名 想用玩笑擺鋼琴 但脫口沒選上的謝龍介 氣氛有點尷尬 還往事重提 所以現在我在那一天 是在打水果 我打一個毛巨 就一直去台南 就是因為台南人拉布條 直接打臉侯友宜先前說的 台南人沒肉粥 而整天行程都在府城 也到七股余溫視察光電 但走到哪都被問這件事 明明是拼選舉 採賴靜德台南大本音 但卻甩不開 新北幼兒園未讀事件 我非常希望新北市政府 一定要慎重照顧這些孩子 尤其要組一個醫療的小組 給予必要的治療或者是協助 賴清德格空喊話 新北市府不行 中央來 胃藥風波持續燒 猴團隊IP毫無政治敏感度 因為就連0到6歲國家養的政策 都選在胃毒事件延燒 當下推 網友狂酸 彩虹藥水喝到6歲 要快樂胃藥嗎 記者會放給副市長劉荷然承擔 猴友宜週末繼續到中南部拼選舉 放眼總統大衛罔顧勢政 好好做事破功的徹底 三天新聞國史文文文宣宣 台北台南報導